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源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美国灵媒布兰登预言 阿南德预言8月5日 开始灭顶之灾空降台湾 这三类台民将会陪葬 做一件事才能勉强活命 一起来听印度神统阿南德 在三个月前的影片中 预言了未来全球 将面临的一系列天灾危机 他进一步解释 由于星座大合相的影响 2024年地球将面临许多挑战 相当不平静 天灾方面问题频传 阿南德警告 这是因为人类为了经济活动 严重破坏大自然导致 包括碳排放过多导致全球暖化 这是全球人民需要重视的问题 阿南德预测 这一年全球将遭遇各种自然灾害 包括洪水、地震、干旱和火山爆发等气候危机 他特别强调 通膨危机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这将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 需要引起重视 此外阿南德也提到地缘政治的问题 他指出 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以及其他地缘因素 俄罗斯与乌克兰、美国与中国、台海两岸、南北韩等地区 在2025年至2032年间 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阿南德补充 战争的发生也将间接影响到 粮食供应问题 他认为这是人来未来20年内 最需要防范的问题 同时他还提到 多数人类的健康状况 会在不知不觉中恶化 他推测这可能是 由于饮食过量所致 阿南德也针对近年流行的 AI机器人做出警示 他认为随着AI的出现 人类应该提防自己垫本 才能避免被机器取代 同时他也呼吁政治人物 应避免自己的贪婪人性 以免加速世界恶化 阿南德还提到了 从2024年4月中旬 到2024年的10月 畜牧业也会发生状况 给予我们的建议是善待动物 注意它们的健康状态 不要随意地捕杀或是食用 这其实一直都是 阿南德主张的思想观念 他更希望人类 可以食用绿色蔬菜 多吃素食 不要去吃肉类食品 和动物和谐相处 才能减少灾难的传播 阿南德还说 尤其是这三大生肖 罪不能杀生 否则罪业更大 第一生肖数 虽然看上去比较严肃 但是其实骨子里非常胆小 他们都不敢杀生 很爱为别人助想 所以生肖数经常做善事 为自己积攒了很多福报 一生福报多 自然是得到贵人的扶持 最终赚钱多多 福气满满 这样的生肖数很出乎人意料 但是这才是他们的善良本性 第二生肖兔一直都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他们希望自己平平淡淡度过一生 一辈子无灾无难 所以很多时候生肖兔 都愿意帮助别人 积攒自己的福报 对于生肖兔来说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帮助了很多人 自然积攒了很多福报 他们连杀生都不敢 所以在赚钱方面 也是让大家出乎意料 他们的发财机会真的非常多 第三生肖兔天真活泼 他们非常乐观 虽然骨子里边不服输 但是总是有一种 积极向上的态度 很多时候生肖兔都不敢杀生 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性 所以自然愿意帮助别人 积攒了很多福报 最终名利双收 赚钱多多 所以生肖猴的一生 就是不愁赤穿 不愁生活 其实不管是谁 杀生与邪淫会导致诸多的疾病 不顺和倒霉灾难 这个观点是以古往今来无数个 悲痛惨绝的实力来证明的 大家应该对 邪淫的危害有所了解 但可能对杀生 这一方面不太清楚 什么叫杀生呢 杀生不只是杀害别人和自杀 连杀害一些 大小动物也算是杀生 特别是自杀之人 以为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 其实自杀之后 仅仅是一个更加痛苦的开始 并且这个痛苦 可能达几百几千节之久 今天有缘 我们来谈论一下杀生 导致灾祸与因果的关系 望大家有所得 第一点 杀生的恶暴与实力分析 记得有几次 和朋友到湖边钓鱼 因为钓上来的鱼不能食用 但又不舍地放掉 朋友把鱼就活埋了 上面还压了一块大石头 他以前还看住堂地 杀害了一只小猫 他虽然没有参与去杀 但是他却在一旁看住堂地 把小猫扔进水里淹死的时候 我他没有一点的感觉 他还试过把一条养了很久 都没死的黑色金鱼 扔进一百度的沸水中 鲸鱼游了一下就死了 现在回想以前 所做的一些杀生之事 他真是后悔莫及 的确众生皆有选择生死的权利 这个权利只掌握在他们手中 而不是让我们一味地去干预 因为这样被杀的动物 和生命就有深重的怨恨 他们甚至缠在 你身边等待暴富的一天 因为种种恶习 他现在得了鼻炎 还有一些不顺之事 甚至得过严重的心理症状 这些都是以往杀生 邪淫等恶心的报应 社会中很多人都在杀生 很多人说想看夏佛所说的 地狱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大家去菜市场看看 别人杀鱼杀鸡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活生生的地狱 有人说如果不杀生 那么那些动物不会越来越多吗 到时候不就污染生态了吗 是想全世界人口不更多吗 所造成的污染不更大吗 为何就没有提出 要杀人这个念头 这都是我们脑子里的 邪丝邪剑罢了 有人说我不杀别人 也会杀别人 杀生挣的钱我不杀 那我不就吃亏了吗 大家要知道杀生的人 恶暴是很重的 社会太多人因为年轻时杀生 晚年五六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百病全出了 中风 癌症 糖尿病等 这些都是恶果 很多人得了癌症 却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因为在他的潜意识中 动物就是应该被杀和被吃的 没有什么不对啊 那么他得了癌症 甚至车祸身亡 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对 既然你懵懵懂懂的杀 那么你还是要懵懵懂懂的死 这是莫大的悲哀呀 世间上没有不明不白的果 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 真实的纪录片 一个农民全身鳞片 出现在镜头前 他得了一种怪病 皮肤发黑发痒 有些皮肤都已经烂臭了 里面已经看到血肉了 但是那个村民 还是不停在挠 而且因为这病 他很怕疯 整天赖在床上不能下地 像个废人一样 记者采访才知道 他平时喜欢杀蛇 他喜欢把捉到的蛇 用刀子一划蛇 分成了两半 但是蛇还会晃动 痛苦挣扎 不只是 他的父亲也经常捉蛇打蛇 因为死性不改 他的这个老人的 大儿子被冻死了 大儿子的媳妇抽风死了 所有的报应恶果 都出现在他家人身上 不少居士看到这个纪录片后 都发心坚持为他做了 三次 法师念佛念经 和放生回乡给他不出一个月 那个农民的病就神奇的好了 去了无数次大医院都治不好 并且已经两年多了的怪病 终于不要而至 这家农民全部 跪倒在佛像前痛哭忏悔 并发愿永不再杀生 并且劝告大家千万别学他 全家都很感恩慈悲的居士 感恩阿弥陀佛 由此实力可见 杀一些蛇之类有灵性的众生 很快就会得到报应 恶果因为蛇的怨恨心很强 还有一些杀驴 杀鸡杀狗的人 在运气比较弱的时候 被这些众生附体的实力 他们的身体已经被他们 杀害的冤亲债主控制了 他们学鸡狗叫 学蛇爬 甚至头痛的痛不欲生 这些动作都是没有意识的 还有一些更严重的灾难 如车祸等 都无疑不再诉说助杀生 带来的极大危害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被自己冠名为吃货 打住这个潮流的词语 到处杀害动物 满足自己的贪欲 老实说 再好吃再美味的东西 也只不过是 享受了肉和调味料 在喂累时的那几秒刺激罢了 之后还是变成大便排出一样 恶臭不堪 现在很多人无缘无故地死去 如旅游时车祸 如因地震死伤 这些都很有可能是杀生的工业 一死就死一群人时 肩上的战争和打斗 无疑不是杀生邪淫的恶暴 大家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佛教中有一部 经典教鬼问穆连经 这里面有一个 鬼问尊者穆坚连 他现在做鬼经常受助 一些恶暴不顺 这是什么原因呢 穆坚连尊者回答说 这是因为这个鬼做人的时候 经常杀害狗和一些其他众生 所以感召如此恶暴 做完鬼死后还要许下 地狱继续受罪 可见社会上一些灾难 只是一点点花苞罢了 真正要受苦的还没开始的 下次如果投生做畜生时 还要被杀无数次 这是种恶性循环 第二点 如何补救 杀生带来极大罪孽 但是通过适当的方式 也是可以减轻 甚至消除孽障的 一 放生赎罪不再造杀业 是放生的前提 如果你一边杀一边放 那一样没用 大制度论里面说 诸于最重 杀业最重 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可见放生的极大好处 放生可以消除业障 带来好的运气和改变 很多师兄通过放生得到了 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 如造下了很重的杀业 简易吃素 吃肉也等同于杀生 如果暂时舍不得离开肉的 可以吃三斤肉 然后灼减量 最后慢慢适应全素 真诚地忏悔造的恶业 一定要忏悔并发自内心 不要再犯 不管是邪淫或者是杀生 我们都要坚持忏悔自己的罪业 劝告亲人 朋友 或者有缘人别杀生 如果身边有人从事杀生行业 请尽量劝告其转业 杀业带来的利益和钱财 肯定不够晚年 或者遭遇灾难治病时花的钱多 杀生带来的财都是血淋淋的 里面充满了动物惊恐的惨叫 和血淋淋的尸体 平时应该多念佛 把功德回想给自己 伤害过杀过的众生 死去的动物聚在你的身边 怨恨是很大的 他们巴不得你马上就死掉 化解怨恨的方式 要为他们带去好处 回想给他们 让他们能往生或者不再受苦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愿就可以实现